好,我们大家请合掌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圣妙法莲华经略说 各位毕丘,各位毕丘尼尼,各位撒咪,各位撒咪,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好,请放赏 我们这个应该是看到诸位的是 下次准备一本好了 第八十页是吧 已经92了 好,不然你拿一本好了 拿一本给我放在这边好了,我好对照 我这个没办法换,已经贴成这样了 没有办法换 里头还有笔记 因为这个,这样好了 要再補 这样 好,这个是文字版 好 反正地址就有,地址有那个保华青 不用啦,你还是你留着 这个长处有嘛 他那里有啊 他那里有,他长处有 你再拿一本给你,欢迎就好了 这是对照看 好,那么我们来,八十几 92 92 大家看这个92 92 是下面阿拉伯数字的92 下面92 嗯 耳朵设计波松波波 高射力波直指波松 哦,是是是 嗯 好 嗯 嗯 那,诸位这个本质上是92 这个,这个是我们那个申杰林版本 这个,是电脑版 是电脑版的,92 那 这 佛父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佛父指射力佛 若说是是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皆当今矣 真上漫彼求将醉于大坑 而是尊重说寄言 子子 不虚说 我法妙难思 诸真上漫者 我们必不尽信 那前面呢 最早之前 在这一大段之前 世尊是有一个指 也就是说 他没有说 那个就 不在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 记文里头 这个 长短的记文里头 那 到了 到了这里来啊 是世尊第三次 如果再把那一次的指 也算进去 这次是第三次 那他怎么一个指法 我们来稍微再往前看一下 就是 射力佛被第二次 第二次拒绝的时候呢 射力佛没有停止 这就是我上一堂课讲的 对于师长的一个拒绝 还有包括我提到的那个 宋 这个 戒文当中所提到的 说我要求你替度 结果我爸妈先去怎么样 先去讲了 先去讲了 就是我的师父就不能够替度我 这个时候就是要用什么 用适当恐吓 是这样 那还有一种恐吓方法呢 这种恐吓会不会擦枪走火 基本上不是 基本上只是一种对话意义上而已 他不是真正要去做 还有一个做法 听起来就比较险心 也比较害怕 就是这样 他说有这个附加子 那然后要出家 家里人爸妈不同意 这都是律上的故事 那不同意这样 然后呢 这不是世尊说的 是他做的 但是有记载成这样 那么不同意 不同意的时候 他就跑到他母亲面前 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八点党常用的 他说干嘛 锁在房间里 我不会穿 我不会吃 可以吧 可不可以 这一招轰炸你爹娘 然后他又心软了 是这样 他就说 你为什么呀我是你生的啊 然后你说我不笑啊 你说不要啊 这样啊 但是呢我没有 我没有出家 我生命没什么意义啊 那叫活着没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不要吃了 他就关在房间里 偷偷泡泡泡面 这样才能撑得久 是这样啊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八点党在什么演的 八点党是说 你如果我给 我不要去揣 有吗 有没有什么 你如果我帮我揣 我不要去揣 我觉得我们是以前看过八点党 大概是演这样 你如果不让我嫁 不让我娶 是他 那我就不出来了 然后开始演那个什么 爸妈如热锅上蚂蚁啦 哎呀 某人啊 你要出来啊 怎样怎样 好啊 其实呢 这个要娶要嫁 你那个 你那个坚定心很强烈 你可以什么 以命相许 是 如果是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出家你更可以这样 所以说呢 其实 我遇得太多了 他说我爸妈不同意我出家 我说你这个大人大人大人啊 你那个人大人大总的 这个 你是一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的 哎 讲难听一点 你就是要抢银行 你妈也没办法挡你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哇 你什么时候都出 平常都是跟爸妈 大小生 大小生拍桌子 甩门啊 然后到了变出家这件事情 你就变孝子贤孙了 你在死 这也未免太不平衡了 是不是这样 来跟师傅讲这种话 第一 你跟师傅讲这种话 没意义啊 我又不知道逼你出家 也不知道骗你出家了 是不是这样子 出家你自己想好 你来跟我讲的 他跑得来跪在那里 我说师傅啊 我爸妈不让我出家怎么办 我说你把我说一句话 咬似的你太哭的 那样啊 脚伸在你身上啊 那你的这么大了 虽然 你出家这事情是怎样 又不是抢银行 是不是 你如果真的要抢银行 你看那个李斯科 当年抢银行 是中华民国 第一个抢银行的鼻祖 老子 我们那个什么 袁靖老尼斯 每一次都抢李斯科 为什么 他说 我是说 哎呦 像你这样的弄万佛寺啊 那个也要买好的 那个要买 我说这个万佛寺 这个是等你去万的 长年久远的 你东西不要说有就好 是要 不要庄严一点 他说 哎呦 像你这样子 我要去当李斯科 因为他那个年名就知道李斯科 因为第一次在凭 那个什么 那么的这个 樸素的社会当中 第一次有人抢银行 就是李斯科 所以他李斯科是台湾 这个什么呢 台湾刑法史上面 抢银行的鼻祖 是这样 他就跟我讲说 那我要去当李斯科 我说你要当李斯科 你出家来你要当李斯科 你要先去妙子那拨杯 他就先去脚杯 要脚可以才可以 意思也就是说 你 你这对的事情 父母不愿意 那怎么办 佛门里头也有这种意思 那他就有两个的意思 一个就是他不吃 他说我命是你的吗 我我 你认为我的命是你的吗 那那那好 那我 稀让你看 第一种 第二种 比较显心一点 但是没有这样做 他只是说 那好 我剁小指还你 要不一只不够我剁两只 我那就很狠 是这样 那这个呢 其实跟中国的民间的 这个 这个 我们说神话故事 是有名和的 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挪扎 挪扎不是跟那个什么老祖 炼丹的那位老祖啊 在天上学了道术 学完之后他要下山 对不对 下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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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替天行道 他爸爸是杨茜嘛 对不对 李静 不是李静 是李静 那我弄错了 那把时代弄错了 对不起 是李静 这是他的李静 他爸爸是李静 他妈妈是谁的 反正都在故事里头有 他就说 他要刻骨还腹 那么什么呢 这个磕肉还母 这样 因为他有道数嘛 他就用道数 现那个幻化生 然后就磕骨还腹 磕肉还母 意思就是说 本来民间的概念里 是父母在不远游 那么呢 你要孝顺父母 那民间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皇帝就会说了 忠孝不两全 应该要取忠不取孝 皇帝啊 我今天大家都要孝顺 可是大家都拿孝顺来读我 我派这个人将军说 你去帮忙乌克兰抵抗外府 不行 我 我是孝子 父母在不远游 对啊 你没法派将军出门 因为那也是道德啊 那怎么办 所以皇帝很聪明 他就先讲 他说 哎呀 那个忠孝如果不能两全 你们要取忠哦 考试就考这一题 你知道吗 你当时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文人考试啊 要考这一题 考这一题在什么时候考呢 第一次入围啦 什么考 考举 考地方的秀才不会有考这个 考举人也不会 举人就是省在考的 考举人也不会考这个 举人考完了之后 考中央考试 国家考试的时候 入围考试呢 才会考这个 会附带考这个 要让你深论题 要路遇到了忠孝不两全该怎样 那写了好的 先选上了前三名 就是什么了 状元探 就选了十个还几个 那一起交给皇帝 皇帝看着当中 还要看人品 长得高跟 长得高矮 胖瘦 长得帅不帅 这样子 他可以长得帅 但不能帅过皇帝 是这样 那这样之后 他点名 你第一名 你写的好 忠孝不两学这些事情 你也写的好 这样子 第一名 这叫做状元 第二名什么 榜野第三名 探华 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生的荣华护柜 跟所谓忠孝的对抗 他必须要说到皇帝都舒服 所以他就这样子 那是他自己写的 等于他自己的卖身器一样 所以今后皇帝要他怎样 基本上他就必须去做 但只有一种事情 皇帝会容许他 忠孝不两全取相 什么时候 大家在分利益的时候 大家在分利益的时候 有人看一看不对劲 鸿门宴 替皇帝打天下 打完了之后 呦 现在不要来得利益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说 他要写一个咒书 给皇上 说皇上龙恩 龙 不是基隆的龙 是什么 龙奉的龙 皇上龙恩浩荡 弟子福宝 家有高堂老母 需要奉样 现在实在万般不得已 跟皇上告假 返乡 照顾老母 已尽长年 未能孝奉之过咎 请龙恩恩准 皇上一看 很饿 你这样就不会跟我分什么 分功劳了 准 赶下去 他就回家了 从今而后怎么样 青灯伴木鱼 已了禅身 唐太宗说好多这个 你看他在太郎 杀那个功臣 都怕到 这个时候你忠孝不良人 取孝皇帝很好 所以所有的中国人 历代以来的文人 都是仰仗 中央集权的鼻息过日子的 你要知道 皇上 当今皇上喜欢什么 你基本上你要应付他 只有那少数 少数的人 我们讲有骨气的读书人 他呢 基本上都是很悲惨命运的 这样的人呢 他能反抗 这个帝王的意志 所以这个是华人在长期的一个维稳 的政权维稳当中 他一套很好的做法 其实他是好的做法 因为在古代 叛乱是社会成本很高的 叛乱社会成本 他必须要这样做 我之前我讲过 我说 你看看啊 如果说你说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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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雄有事 那台北呢 要知道 你恐怕两三个礼拜 你才能派兵米平 这个时候早就已经 政权被推翻了 那社会就不安宁了 那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你那边说 风吹讨重的话 那个什么呢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飞机轰炸机一来 那个只要半小时 就到高雄上空 米平 这个战乱呢 是很容易的 所以说民主 他可以让老百姓 一人一把号 也大概没有人 能够拥有武器 自己拥有一些个人的武器 能够做这个事 一般不容易 但虽然少分的国家是可以的 少分的国家是因为他 他更 他可以说是这样 他追求人民的权利 他有他的历史背景 你比如说美国 美国他当年是 蛮荒来开垦 英国跟法国的部分 反对传统天主教的新教徒 所以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他来 来的时候他要抢 他也是抢 没办法 抢什么 抢原住民的土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主张了什么 主张每一个人都要为土地奋斗 那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 他饶勇善战 骑马飞奔 环境熟悉 所以呢 这个移民过来的时候 他就要建立公司 建立城墙 然后男人呢去外面打 他怕有时候女人也在屋子里危险 所以男女都要配枪 这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移民文化 这个文化 没有枪就不能自保 这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历史渊源是这样 所以我们初初不懂 我们就觉得美国是神经 你看他常常有那个什么拿枪疯子 去学校有扫射 这美国怎么容许老百姓拿枪登记 他是有配套的 但配套归配套 发疯还是可以发疯 是这样 但是呢 仍然有相当多的州 坚持人民是有拿枪的权利 他认为那是他开国的精神 也是国家不能够愉悦人民的 权利 所以 曾经发生过 就在 好几年前 德州还是哪里 就是国家公园呢 要征收 跟我们台湾一样 要征收 征收到一个 做三代农地的人的家里 他觉得很委屈 他就去跟 他那个农地的左右邻居啊 讲 说你看看 这国家好霸道 抢我们老百姓的土地 我们在做三代了 讲 对啊 我们不同意 不同意 这个本来是地方政府 要化规的 然后地方政府 要去收规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他就武装抗 抗衡 后来搞到中央出兵 飞机轰炸 那个什么 战斗机都飞出来了 那个很有名 但是next free 不敢不敢 不敢报这个 很有名 那个时候是哪一个人总统 是那个黑人总统 欧巴马 还是在烧 还是烧澡的那位 忘记 其实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音乐 是这样 那就是人民的 这个国家 跟人民之间的那个分权 关系是不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呢 是这样子 是前面呢 这个提到了说 这个摄地佛说明 这个有仍然很多 您老人家 为说愿无虑 赐会无量众 有能尽兴神 这里头的无量众 当然包括了那个转轮圣王 我说的 他代表国家的高 就是人民当中的高水准的人 要来 要来听 这样 可是佛陀呢 仍然说了一件事 他说佛父子设立佛 他不 不为所动 到底什么理由 这已经是 人民当中的 高水平了 高水平 那为什么还要 佛陀还要阻止 你看佛陀说了 佛父子设立佛 若说世事 一切世间天然 阿修罗 皆当金鱼 真上曼比丘 将醉于大坑 原来 这个你能拒绝的 你 我拒绝你的 是为你好 这就提到 我刚刚讲的 那个出家 人民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忠孝不两权 取忠还取孝 这是国家意志 所以他要求你取忠 那 从哲学意义上来看 我们常说 覆巢之下无完软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一个稳定 最终换取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有些哲学的想法是说 那这样的话 忠君还是好的 还是对的 在华人的社会里头 曾经领导世界超过一千年以上 对西方来讲 西方的政治哲学不稳定 的情况之下 东方的中国 他已经有一个强大一统的国度 这种强大一统的国度 维持了很长的 的一段时间 虽然 差不多平均 平均大概一两百年 就会叛变一次 但是已经很厉害 美国建国到现在不两百年而已 他的国座看起来就 某一些科技是还很OK 但是整个的社会的一个样态 有人在911之后 我刚好到美国 然后我的一个学长 他在美国能源署做事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 他人是住在华盛顿DC 也就是他的联邦政府所在 不是中央政府 那叫联邦政府 他是联邦制的 是联邦政府里头 他告诉我说 整个美国社会 像是草木皆兵这样 人员间信任度不足 那我听了我当 我当时顺他的话讲 是这真的是很麻烦 但是我心里也明白说 那就值得观察 因为像美国这样子 一种社会机制的话 他经历过911 所以他人民之间的那种恐惧 对其他 其他宗教 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恐惧 我想造成一段联谊 一段反思 一段不信任 应该是可容许的 现在就要看这个社会 怎么在动荡当中 最后恢复平衡 他能不能 这就要看这个社会的成熟度 会这样 三亿四亿人口的美国 他因为用分治的方式 所以他就切割了那个人的那么多的问题 他用分治 他其实是一个邦运方式 都是一个国家 只差对外的公关 对外国际关系 还有军队 他没有不拥有以外 法律啦 管理啦 其他的治权 政权跟治权 都是各州独立的 所以老百姓各州 老百姓选自己州 自己的州长 老百姓决定 我这一州的税率 汽油的税率 这个州长的任免 选举等等 都他自己弄 所以他自己可以满足 他自己的自我管辖 他就满意了 然后各州跟各州之间呢 平等 均富 好 那联邦对这个各州呢 也是一样平等 照顾 这样子呢 古人讲 换 换军不换寡 台湾人讲 我没有不按照 我没有不按照 没有就是不均嘛 你有我没有就不可以了 例如你有我也有 我们两个都一样少 那还平衡 大家平等嘛 少一样少 多一样多 这就OK 像这样子的话 是美国代表的这种政府啊 他就把它这样割开来 但是因为早年的帝王 中国的地质 他是在 华北 华中一带 只是少部分的汉人 所谓的何套一带 何洛一带 何洋若书 那个何洛一带 形成了一个部落民族 他慢慢的扩大扩大 他也渐渐的 优先找到了 治理国家的一个 内在哲学 叫做一统哲学 这种一统的哲学 主要是来自于 孔夫子的思想 孔夫子的思想 来自他爸爸 他爸爸就来自于 更早之前 当年的 那个政治的精英 他认为呢 一统之后 我不容许周边的人 拥有他自己的 这个身份独立 那这样的话 对一统有帮助 因为我要到边疆去 去抿平叛乱 那个成本太高 我必须要用一套方法 让老百姓 臣服于中央的极权 那是很高明的 在那个时代是高明的 但是渐渐到这个民主时代来 因为人民的知识水平 中产阶级的力量一直复苏 中央要维稳这个事情 相对会辛苦很多 已经不是古代那个样子 我运输什么都会 差那时间到 当然对中央来说也方便 可是对地方来说 他一直会觉得 他的内在的渴望 治国的渴望 没有被满足 那是人类的一种天生的渴望 所以美国后来 他们选择了这种联邦的方法 马来西亚也是啊 这种联邦的方法 相对的没有一种 根本体制上面的危机 因为大家都有嘛 何必呢 吵吵闹闹可以 那不必这么的 这么的剑拔弩张 所以一个古老的帝国 他曾经引领世界 他曾经赢过世界 或许那个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子 那佛经里头常常提到的转轮圣王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基于众生共义 跟福报因缘 在佛寺 甚至佛寺以前 佛寺之前 才有转轮圣王 在佛寺时代 就已经没有转轮圣王了 佛陀就没有说谁是转轮圣王了 所以你看 他的王 他爸爸 还被侵略到灭国了 那会侵略他的也不会是人王 都是在佛陀讲说与久远以前的帝王的事情 或者是他方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发展到很高 福报也很高的那种国度才会有的事情 所以你看在这里他讲的 他就不是讲转轮圣王 他在这里讲的转轮圣王 是指他方 不是指他自己的地方 你看 诸天龙神 求佛诸菩萨 又诸万亿国 转轮圣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地球上没有万亿国这么多国 对不对 他方 他方的那个转轮圣王 那就是人民的道德代表 即使道德的也是什么 统权 统治权的代表 你道德到怎么样 能够公平 能够以德服人 能够抚恤老百姓 而不是只为我个人的维稳 不是这样的 所以那才堪称人王 难了 不可能 这佛式时候已经没有称当时的 当时的印度 当时的印度是联邦 印度一直以来 叫多邦国 印度没有印度呢 印度是在英国统治完毕之后 甘地第一次才让印度成为一个 一上面统一中央的国家呢 印度一直以来就是城邦分裂 统称那叫印度租国这样子 要这样称 没有 你要问说印度 来 出来一个代表 只能说 拳头比较大的错 自己跑出来说我是代表 不是大家认可他是代表 不是 所以当时的甘地宣称 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国家的时候 全世界都很怀疑 有什么可能 你印度本身一千多个地方语言 光统一就很难 再来文化差别那么大 有什么佛教的啦 佛教那时候少啦 主要是印度教跟伊斯兰教 意思是印度化了 我们说婆罗门化了的伊斯兰教 这样的差异这么大还有种族什么大 这样子你能吗 但是因为甘地个人的人格 招感 他是不费一兵一卒一滴血 他就是用我刚刚讲八点档的故事 干嘛 去绝食 去绝食 然后你看到甘地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仿 仿刹车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过 他的相片里的都会有个仿刹车 仿什么 仿棉花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号召印度 印度是地球上面 产棉花 近乎是第一 现在美国最大了 但是他产的棉花 非常好的棉花 那他告诉印度人说 我们自己产棉花 自己织布 自己穿自己的 我们拒绝买英国货 他那个是做样子 他自己自杀 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 国家工业 他这样感动了印度人 所以印度在历代以来都是多层邦国 不要求统一也不用联邦制 所以呢 各个国是相互比赛 你统治的好 你兴盛 但也不等于你能统治我 但是他们会互相打仗 从世尊在的时候就已经这样 到一直到甘地以前 他还是这样 他还是这样 基本的 他的历史是这个样 所以 是可以有很多转龙王 是有 但是世尊没有在他的经典当 在他的言论里都提到 当世的转龙王 经上倒是提到了过去的转龙王 有金 银 铜 铁 金 转龙王就更加有道德 福报更大 他的那种国家的一统是人民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 单时飘饮而四方同归 提着提着什么 提着那个餐具来到你的国度 来接受你的管理 在儒家的理想当中 这样子的人 我国王 虽然他没有转龙王这种概念 但是这样的国王呢 才是他理想的 但当然从来没发生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是呢 因为稳 在那个时代 他透过思想 儒家的这种比较尊王的思想 来建构读书人 特别有意见的读书人 跟社会中高阶层的围观者 统治者 共同的 大一统思想 能够对当时的社会 产生很好的影响 这点不能否认 不能否认 那尤其是 他在北方黄土高原的地方 跟日本不同 日本自古以来一个天皇到现在 人类天皇最久的 皇帝最天上皇 在人间做皇最久的 到目前还看不到亭子的迹象 那就是日本 六千多年 为什么 因为日本是丘陵地 人民的叛变成本很高 你要带食物啊 一个山丘一个山丘爬 光马光牛就很累 何况你要作战 你打过去 跑过来 追过去 追过来 你日日日日日日 怎么打法 但中国的北方 大平原 黄土高原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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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个铁骑 一下子两三天 就到达你城门边 他的叛变相对程度 相对成本低 就是容易造反 这些养成呢 汉人在族与族 国与国 政权与政权交替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这句话 这个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因为那个造反的机制呢 容易 成本相对低 平原状态 你运兵容易 所以就怎么办 在和平时候 我用思想先拟平 你可能造反的动机 但如果你已经造反了 我就斩草除根 所以 就造成了 世界华人到各 世界各地去 都是华人害华人多 华人跟华人不 不合作 都找外人 为什么 因为就在眼前 斗争的就是彼此 就是你的左右邻居兄弟姐妹 这种性格 就像千年来被养成 很多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 没有讲出这个理由 我至少找出这个理由 来给你们参考 我不敢说我说的对 我这个我不是看书来的 我是观察 观察佛法里头提的 印度的政治样态 跟我们华人的 长期的政治样态 怎么会长不一样 那世尊怎么会投胎在那里 他的选择有什么本质上的 地理上的差别 你要说地理上的差别 形成了气候差别 就形成了农作物的差别 也就形成了当地的经济活动的差别 而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的依靠 没有的经济活不下去 所以说一切政治都是基于这种经济活动的必要性 而存在 如果哪个制度违背了 他就搞不好经济 最后他会崩盘 在这情况我们发现 汉人这长期以来的这种制度 他有他的 他在这个地方的强项 但时代开始不同 出现了类似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汉人的一个自我选择 他就是时代的因缘 未来会怎样 也难说 也不必然说今后华人一定走什么路 这当然可以讨论 这纯粹是一个知识面上面的客观讨论 让大家知道 所以这里一直在 有人今天 我在line里的私讯有人问我 说转轮圣王 我们台湾有没有 我们这个汉 我们汉人有没有 来讲这个话 那我就这样回答 我叫你 下次你听这个 我就回答你 在这样的情况 世尊担忧的是什么 并不是担忧转轮圣王的政治态度 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学佛 不是这个意思的 瑟利佛把这个各十方世界的转轮圣王都请出来了 代表他的道德性是很高的 能够请佛讲说 世尊您不用担心 他们听得懂 他意思是这样 懂吗 所以他说 他说 这个 瑟利佛欲从宣此意而说计言 法王无上尊 唯说怨无虑 您不用担心 我找来的这些 现前的这些人 世会无量众 包括什么 包括三大类 求佛的菩萨们八万 大数有八万 十万亿国当中的转轮圣王 这是人跟菩萨 再来还有所有的护法龙天 百千万亿 他都护法 都是准备听您老人家的 而且是来护法的 他不会反 人间有道德的 或者根本求佛道的 行菩萨道的 那再来就是此方护法的 那这还有什么例外 没有了 佛门就这三大类 正在修行实践佛法的 菩萨 政治上面的道德者 人亡 以及作为佛法护持的 护法众天人鬼神 没有了 佛教主要族群 除了出家人之外 的社会族群大概就三大类 它全部包含 你看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这样子啊 政治面的 这个这个修道面的 乃至于这个 这个护法面的 都进来了 那其他外道面的呢 要不要进来 当然不要了 佛陀都已经指指不虚说 我法妙男司了 那你来找外道来 那来做梗 那当然不要 所以不会有外道吗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佛门内的人 大概就分这三大类 当然里头包括出家人 也算在内也可以 什么呢 这个求佛诸菩萨 就是属于寒的出家人 不过在那个时候也有 也有呢 已经信仰大圣的出家人 也是这样子有的 所以都包含进去的 所以说 世会无量众啊 有能尽性者 这里头隐藏的一句话 有能 它不是写皆能尽性者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都隐含了 后来五千离席的 伏笔 应该摄利佛有神通 他也知道啦 就这些人呢 都想听 但是不是 听完不是都接受 这样听懂吗 所以说有能 那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跟世尊这样要求呢 只是有能而已 也就是说 我的听众 今天现场这些听众 也不是摄利佛找来的 这就已经在那儿了 想要听 因为世尊信神通 入无量益处三昧 然后 在三昧当中放光 大家就受到感召 来到佛前 想要听 所以世尊就开中明义 就说指指不许说了 我有圣身法 你们不用问 那这个时候 摄利佛就疑嘛 那一开始就 请问 请问的时候 这些人 事实上他们自己来的 所以他观察的结果 他说 有能尽信者 比如说 您还是要讲 因为这里头有人可以听 不敢多说 不敢说多跟少 但有人 那世尊你慈悲啊 只要有人该听这个法 您就会讲的 所以他说 有能尽信者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就是再次的请求 第三次的请求了 第三次的请求 佛陀就会再第三次的 拒绝 指 不是拒绝 叫指 指就是说 请他不要问 佛附指 摄利佛 这已经是你们的 下面阿拉伯数字 九十三页的 倒数第二行 佛附指 摄利佛 若说世事 一切世间天人 沃修罗皆当今夷 真上慢必求 将醉于大坑 实 世尊 重说济言 为了加强这个事情 重说济 直指不须说 我法妙难思 下面可以多一句说 唯佛与佛能知 然后呢 诸真上慢者 闻必不尽心 他已经暗示了一件事 有真上慢 我的听众当中有真上慢 所以你看看 世尊说法 也不是大家都 举牌说OK的 都是他弟子 有真上慢 他已经预告 有真上慢是听不下去 但是呢 等一下会有一个转折说 世尊还说 那到底为什么 那已经这样讲了 他其实已经知道理由了 诸真上慢者 我们必不解 谁呢 真上慢必求 好 那谈毕丘 真正离习的是毕丘吗 当然不止 是世重 毕丘 毕丘离 又不是幼婆也都有 那为什么这里只讲毕丘 以毕丘做代表 因为毕丘已经是出家 随佛所学 他都真上慢 那你说那个还没出家的 那会怎样 那就更容易理解 他会真上慢 那什么叫真上慢 真上慢 真上慢是一种可被理解 也在一定意义上呢 没有触脑 没有毁谤佛陀意识的一种慢心 我说过 其实连阿罗汉都有慢心习气 阿罗汉都有 乃至于菩萨也有 那习气未断 但是他不妨碍解脱 我说不妨碍出离生死 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 都已经是正圣位的人 都还有这种慢的心习气 他没有真上慢 正果位的菩萨罗汉 是没有所谓的真上慢 你不要弄错了 谁才有真上慢 还在阴地上修的人 我们 就还在阴 阴果阴嘛 还在修阴的正果之前的修行人 他会有真上慢 所以说你要知道 我们的事物会有真上慢 我有真上慢 你有真上慢 什么叫真上慢 因为修行真上了 产生慢心 诶 我今天念佛念的很好 你看看 满 这个大殿里头都碎成一片 只有我精神最好 听懂吗 你看看 我误入法华这个道理 天下有谁向我误入这么多的啊 真好 这已经就是慢心 这个慢是很粗的真上慢 很细的真上慢 是什么呢 是这样 这是我亲自误得的道理 这个某某人所说的 嗯 没有我的道理好 我觉得没道理 就这样而已 他没有比较 他在对抗 你说的那个 嗯 这是我真正有所得啊 不会勒 他这种说法 我 对不起 我不能信 我不能接受 还不够好 他没有比较 他没有标榜自己很行 只是在很节骨眼上的时候 他觉得他对 因为他真的有修 修了还有印证 你懂吗 有印证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这个 这没有不牵涉批评 但是 这是一种 任何人都可能犯 或者可能面 可能要面对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有大德 他 是真实的 但我不讲名 我不能讲名 真的超级大德 所以我不能讲 在 我认识他 然后他很用功 出家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不是有亲近过另外一位长老吗 你怎么没有 你妈妈也出家 也要出家 那你也要出家 你出家 你弟弟也要出家 哇 这一家子那么多人出家 你又这么用功 那你又跟那位长老那么的熟悉 那你怎么没有带你爸 你妈还有你弟弟到那个地方去出家 包括你自己怎么没有到那个地方出家 我们很 不敢说多熟啦 到现在我们都 偶尔 他还会关注我 我当然我比较不容易关注到他 因为他 他在电子数位当中 他少碰 但他就很诚恳的告诉我 因为我在家就认识他了 我在家认识他的时候 我 我曾经有一次在 我父亲生病 那我打观音期 打观音期的时候 我父亲呢 我父亲的这个 生病 我就打观音期 他也去 他已经是出家了 所以我们他很有话谈 那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没有 他就跟我讲说 没有啊 那个长老 有神通 我说怎样 他讲有神通 不是讲那种不好听的意思 他说有神通 那我说怎样 他说他透过弟子告诉我 说我呢 跟那里的比丘尼 有一位 到底还是两位 有过去式的夫妻姻缘 所以我不适合在那出家 我听了吹把冷汗 我说哇 换句话说男女众到场 人家 有得的长老是这样在把关的 他不是看要出家 要出家都是收 他把过去式都考虑进去 哎呦 以后我千万不要去弄男女众到场了 我哪有能耐啊 这个第一个 但接着想就不一样了 所以事实上 世尊一开始就说男女众是要分开的 他并没有说你有神通观察 有这个前提你可以 你听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你有神通 你的下一代不一定有神通 再来你的神通 就像瑟利佛神通看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以前 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 八万大节以前 你讲很久 对众生来讲 夜感姻缘不久的呀 八万大节之内 你们两个不是夫妻 八万大节之外 那你的神通 都没有赢过八万大节的 射利佛目见连 何况 何况我们这没神通 所以我就一刹那之间我都懂了 我就听了说哦我是 可是我的事就比他看的表面更深了 所以我到清凉寺去出家 我是借那个姻缘 男女众的姻缘 我才会帮我把我母亲带去出家 因为他没学佛 他刚学 他说我导引学佛 你怎么丢一个人 他让他自己出家 所以我利用清凉寺的 可以说他的不清净 来成就我的清净 所以清凉寺功德很大 你要知道 我从来不忌讳 我是清凉寺出家 清凉寺 你们不是上报吗 出家能打架 我说刚好而已啦 人家打完了还不是好好的出家吗 还赢过你这没打架的 没打架又没出家 所以我不会轻视我父亲 也从来不轻视我自己出家的道场 你要说他怎样那是可以的 因为这就写在报纸上 但没有什么啊 就是因为这样 可是我自己清楚的知道 真正我要去建立道场 或者我有姻缘有道场的时候 我应该男女分开 千万不能 这样子就是真上脉 就是说我自己用神通我能看得到 这没有批评的意思 懂吗 我真的看到了 看到你你不行 那我懂得你你不行 那我就知道这两个可以 因为你们两个人过去没有什么婚姻姻缘 那你就可以来 好像是这样 但问题是下一代怎么办 所以 还是医道戒律比较保险 这就是真上脉 所以真上脉不是坏哦 就是他没办法 那比如说过去在律上面 也提到这个意思 就是说有出家人修不静观 那么观察那个男女像 腐败啊 不可爱啊 老啊 不得利啊 哎 观察非常稳 他就发现了他心如止水 他就对外宣告 我不进观成就 结果他去脱波的时候 哇 遇到了 染源 他就动心 那他说他修成就 没有 现在明明不是 这就是什么 未得未夺 是妄语 是大妄语之一 未得 没有得正 那结果他说我得正 对不对 他就吓到 他就赶快找佛问 佛陀说这是你的真上脉 就是你修行真上 但误认消息 你懂吗 误认消息 误认为你那个真上是果味的 其实那还没有稳定 还不正果味 你的智慧跟你的师长的因缘 没有那样 他没跟你指出来 但你太执着你修行的效果 所以说有时候 我会跟那个等念师父讲 因为他以前在家人是做 两个修护厂的老板 你要知道做老板的人 不能犹豫的 可能性有百分之五十 你就要赚百分之八十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这买相理 这车买相理到要上去 这没问题 九八就好了 人家有信心 把东西交给你 他出家之后 他常常有这种情况 是这样 你比如说他就跟我讲 好 百分之一 厨师我们来的 好 那很好说 我给他说 那我们的承亨 那一个人在叫多少 我就跟他说 你叫多少 你要叫多少 我现在不知道 我四公里 四公里 哪能这样 人家大厨 你把揹交流行 你又说承亨 你承亨准备就是要来收行 当然会承议你一个千万万万万万萬 算一口脆脆就好 他帶他們沒來 他聽不懂 人家是大廚 道心 沒收到道心沒算錢 就要我們先尊重他的 他做老闆人就很瘋狂 這沒問題啦 百名 我都點點 我都點點 他現在看到一個師傅 好 以後 我現在滑下去 都在哪裡掃頭腳 我都自己去買掃把 好 這個好 這個好 他這個都很真上慢 你聽不懂意思嗎 每行都好 你聽不懂 我心都點點 我知道 這都看表演 你聽不懂 老闆人就是這樣 就像阿羅伯在頭前 生意給我多好做 他不是條異國的 這種判斷錯誤都不是故意的 習性 他也算是一種真上慢 佛法看起來很真上 可是他還虛虛的 他要更謹慎才OK 不是這樣 人是多元的 你不是看這行好 大家就都好 你就要再多元去看 沒關係 不好沒關係 我們就是補足他 不然你太早說OK 你最後你笑不出來 因為他會打臉你 久了之後人家就不敢 接受你的判斷 因為你十判九錯 要就變成這樣 這都是一種類比的狀態 真上慢人就是這樣 他對他自己所得的經驗 很保證 很堅持 這樣聽懂嗎 其實那個是還弱的 誰 後面就會出現了 世尊一再說誅真上慢者 誰 那些修行有德的 聽佛陀講經說法 修僧文教法 就要正果的那群人 或者已經臨正果的 他很自信啊 我這個這麼好 世尊那怎麼會說 他還有甚深為妙之法 難解難知 而且從來沒講過 世尊老了的那種 那些說的那些 我沒聽 我這個很好 我確定我很好 你看他就敢 他就敢這樣離開 都這麼嚴重 他就是一種慢 輸了你講經你離開 你覺得你很老 如果這樣輸了不就要換你做 他是不是慢 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的小莎咪 我在講經 他就跑去跟那個妙榮師傅說 我還在幹嘛 我還在幹嘛講得好溫柔 那妙榮師當然看他乖乖的 你快去 他就沒聽到 這個孩子的時候 聽他問他最重 那好像海味在進去 他也聽得到 你聽得到嗎 聽得到他就有發肥作用 所以我最在意這傢伙 結果他每次都尿燉 大便燉 或者水燉 他要幫我拿水 水燉 就燉走了 他說我就黏了 我都說經你 你不能不要跟他走你 他那個不叫真上慢 這傻傻的慢 你懂嗎 傻傻慢 他不知道 他想說這樣 我可以來思考 來思考 來做什麼 我說這是你下了香 下了這支香之後 你自己的時間拿來用 供養師長用的 不是你正在聽經的時候 你拿來 拿來節約時間用的 他就 翹翹了 這樣想你聽不懂 這樣就是怎樣 不花他自己的時間 這兒子哭 搞音啊 這樣懂嗎 教育者都是很細膩的 其實除非我不教他 這些小動作 我們都會注意的 這個當然不是真上慢 但是類似 幹嘛 就表示我不需要聽啊 你講話就聽給了 聽給了 聽過了再聽 一定有不同的詮釋 角度跟階下的方法 你就學到了嘛 你站在講經人的肩膀上 你一定更好修行 因為他用他修行的感悟 放這麼高 你直接就拿到他身上來 你就墊上去就上去 你不用再思索嘛 好吧 就當他講錯了 你也有機會發現啊 那還是你得利益啊 所以說少聽經 你看起來不會缺乏什麼 但是你聽了之後 你回頭回望 你的生命結構改變 你的生命往上提升 在不可置當中提升 那我做一個講經的人 我不會去要求你來聽 我們這樣就顯得太沒格了 佛法是被求的 不是我來反過來求你 這樣理解意思嗎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說呢 真上慢會表現在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這個還包括阿加曼的尊者 他都曾 不是阿加曼 不是他說錯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印度有一位 這個 有一位尊者 是印度來到西藏的時候 他也是講了這個話 也是講這個 所以說修道人 很多的祖師都提到的真上慢 是修道人很大的障礙 他沒有惡意 他不會犯重罪的 不會 他也不會犯重罪 但是會妨礙自己 這裡就要講出這件事了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經上沒有提到其他的慢行 就特別提真上慢 他要好好的發揮一下 讓你知道 好 那麼就講到這 向下文常 付以來日 無回向 眾生無邊 尊願度 煩惱無盡 尊願斷 法門無量 尊願學 佛道無上 尊願成 至歸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至歸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智歸一生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無外 願一次功德 莊嚴佛淨度 上報四眾恩 下祭三獨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禁止以報生 同生极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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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滑滑的 到處的 冷冷角角的抹一下 然後再用布 或者槽子擦一下 讓它撕進去 這樣以後拿拿拿 還有這個卡榫的地方 槽溝的地方也這樣 這樣就很好滑 好不好 好